新竹县是文化科技智慧城 县长杨文科拔着人才 宣布由朱淑敏接任文化局长 举行布达就职典礼 要大力推进包含总图书馆 美术馆等重大艺文建设 明年还要盛大举办文化局 三十周年庆纪念活动 宣誓人朱淑敏 高举右手宣读誓词 在历任局长明代汉艺文人士见证下 文化局长由朱淑敏正式接任 在演奏厅举行布达就职典礼 朱局长他是台大历史系毕业 在文化局的公元已经有二十几年 从最基层做起 对整个文化局的理想 跟文化局的实务的工作经验 非常的具备 而且他是深得人心 那以这一次在议会的定局会期间 能够跟这些议会议员 来说明解释 能够得到他们的肯定跟认同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知人善任拔着人才 县长杨文科表示 朱淑敏台大历史学系毕业 经特考服务公职二十多年 从基层办事员科长到升任副局长 十月至今代理局长期间 表现亮眼 着身上任 朱淑敏说 当下重责将持续推动 包含县立总图书馆 及兴建美术馆的百年大计 明年还要盛大筹办文化局 三十周年庆纪纪念活动 携手在地艺文 凝聚新旧著名乡土认同 开创文化新视野 未来呢 其实包括我们的文化三十 三十年的一个局庆 这也会是我们重点 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新竹县 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工作上的 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的图书馆 需要预定在明年 可以正式的一个开馆 那目前来讲 虽然有收到大家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争议 那相信在我们未来市场 还有我们的软体 在整个比较完备之后 可以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同 副局长则由郭秋彦接下 邓玉凤生日秘书 团队送上花鼠祝贺 文化局战将全新阵容强大 将持续扩大逐线文化能量 共创科技智慧城的 奉沛艺术涵养